現在這個國民黨我真的是沒有辦法理解 尤其現在的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我真的是無法理解 他在上個月他講說 說我們十二月要進行的這個公投 又是倒閣公投 我不知道這個蘇院長 你是不是個人跟他的什麼恩怨 為什麼他會 習這樣子把他過去說過反對核四 現在要把核四拿來公投 然後這台美關係 這個我們依照國際標準來進口 美國豬肉他也要公投來反對 不習這樣子來說 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倒閣 我覺得他在公共政策 辯論上道理站不住 結果就把他倒往成為政治鬥爭上 如果道理真正站得住 他一定在道理上大大發揮 可是他把他扭轉成為對政治鬥爭 其實這是對公投很不好的示範 反面教材 因為公投本來是對一個政策 人民如果有不同意見 民在野黨反應不同意見 來支持來訴求 這是公投原來的意義 但他現在倒為對人滿意不滿意 當然 政策上都是行政院執行 可是 他把對市變成導引成為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其實是對公投的扭曲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無法理解 我完全無法理解 他過去一直在講說 這個沒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就不應該使用核能 他過去講說 他在新北市長的時候 信誓旦旦 多次在議會打選 都這樣講 都這樣講 而且當年他跟我們郵院長 在選這個新北市長的時候 他才贏兩萬票 他這時候是為了贏這兩萬票 來說他反核 結果現在呢 這個我完全無法理解 他說為了倒閣 就是為了蘇院長 你一個人 要你一個人下台 然後 這樣子 把過去自己講的話 把他吞下去 警長前後不對 這個 檢驗 一看就知 再來更無法理解 他竟然說 抗中保台的要罷免 要下台 這完全無法理解 抗中保台為什麼要罷免 抗中保台錯了嗎 我想全台灣的人民 都一定要保台 大家都在抗中 大家都在保台 中國整天 來軍機 繞台 中國打壓我們的國際空間 我們做的 就是在抗 他的對我們欺壓 所以我就完全無法理解 這個 這個為什麼會說 抗中保台是哪裡錯了 他除了衛虎坐艙以外 我不曉得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用心